董女士介绍,她的儿子小黄今年22岁,在宁波上大学,平时学习比较忙,只有过节的时候才会回杭州。 前段时间端午节放假,儿子从宁波赶了回来,结果一进家门就向她诉苦。 董女士说,儿子回家,一般自己回到地铁站去接,那天临时有点事儿就没去。 儿子从地铁站出来以后,打了一辆T3平台的网约车,全程6公里,车费13块6毛。 到了目的地,人下来了,行李箱却留在了车上。 小黄告诉记者,箱子没有转回来,她新买了衣服和日用品,回学校的时候拎了几个袋子,有点不方便。 董女士说,他们联系不上司机,就让儿子给了对方一个差评。 她想着司机看到差评应该会主动联系儿子,结果还是没有收到回复。 董女士表示,东西不贵重,但事情很困扰。 董女士说,自己联系不上司机也就算了,平台作为监管方怎么也联系不上司机呢? 她质疑,司机在注册营运信息的时候,平台是否进行了核实。 我刚才已经打电话给司机,但是司机的话也是一个电话也是打不通。 而我这样的话给申申几转员,然后他才准备怎么会跟你取得联系,你看可以吗? 这边的话是会核实世界的信息,但是我们这边的话是得经过世界团一才能给你司机的信息。 我们不需要他的师傅的信息,现在问题就是你们联系不上师傅这个事情。 哪天那个音乐生请不要挂当我这边的话,会有领导给你,申请领导给你进行一个通话。 这边的话因为我们的不管是一线的客服以及二线的物品仪式专员,目前的话都没有联系上司机,已经协调到现场城市管理的资管,资管目前也是没有回复的。 这边的话是30分钟内联系乘客,24小时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个对接部门对接领导。 晚些时候,T3出行公关部进行了文字回复,司机师傅反馈,他在平台上注册号码设置了拦截模式,导致此前没能接到相关电话。 平台客服已把司机的最新联系方式给了乘客,由双方协商行李箱送回的时间和地点。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